HELLO 大家好 我是GG 我們到湛江啦 現在要出發去逛夜市囉 這次要去的夜市 是位於榮勝中央廣場的天光街 前往夜市的路上剛好經過一條商店街 攤商淋漓 真熱鬧呀 我們又點了一杯洗茶的這個新品 多肉桃李 這配色很漂亮 好美的 第一口是那個水蜜桃的味道 水蜜桃味道很濃 這是梨汁嗎 梨汁的味道還好 很濃稠的果汁 我覺得水蜜桃的地方比那個梨汁的好喝 我們現在要走去湛江的一個夜市 叫做榮勝什麼廣場吧 這裡嗎 對啊 你沒看好多人 我沒看到人 很快很快有車子 中央廣場的夜市 嗯 吃東西 走吧 跟著我去一探究竟 我剛走進來就聞到很濃的海鮮味 碳烤味道非常香 走吧 好好吃的感覺喔 這條天光街匯聚了各式各樣的美食攤位 甜的 鹹的 酸的 辣的 應有盡有 旺的我們是莫不遐己 無從選擇 有可以邊走邊吃的 也有需要坐下來自己燒烤的食物 每一家無辜擠滿了人 為了慎重挑選 我們決定走到項尾再做打算 哈哈 烙汁是生煙的意思嗎 那我不打 我想要吃 還有好遠 它是沿著海邊的一條很長的街 這條天光街不算短 攤販也 主要以海產類居多 畢竟我們此行來到湛江 就是為了一飽生蠔的口福 所以第一攤我們就決定吃烤生蠔啦 這間是在街尾端 一對夫妻經營的小攤位 我們這裡一打12元一個一塊 我覺得是最便宜的 對 走了整條街最後一家 最便宜的 這個蒜的味道很重 我要來吃了 嗯 不要太辣 我這次學會了 要吹一吹 這個超燙的 跟我們那天替那個廣州吃的 不一樣的感覺 這奶味比較重耶 它的小比較小一點 有比較小一點 有 比我們那天6個25的小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一口的量剛剛好 不是妳的啊 欸 對 謝謝 喔 謝謝 吃到一半 上桌了剛剛阿佑到隔壁攤位買的海螺 在夜市現點現真 我們還是第一次見呢 謝謝 謝謝 哇 這一圓一顆的好好吃喔 一圓一顆的 好香 好好吃喔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很新鮮 比我 為什麼第二顆再好吃 因為它是越吃越香的 第一顆是 有點甜 第二顆是鮮 不一樣口感 好好吃喔 我以為我把這12顆自己吃光 你可以去教一版嗎 這是那個 你剛剛點的 欸 這螺子為什麼長這樣啊 欸 這是海的味道 這跟我們自己撿起來的那個味道很像 其實我以前不太喜歡吃大顆的螺子 因為我覺得大顆螺子 嗯 就是光用蒸的會很噁心 哇 沒有弄出來 沒有啊 屁股不要吃 哪個屁股不要吃 我不能全部吃嗎 你想要全部吃嗎 對啊 好 也可以 那那妳在妳沾這邊一下 你怎麼要先吃屁股啊 因為我很喜歡吃後面 算新鮮的耶 很好吃耶 真的嗎 嗯 一點點苦苦的 因為它那個 它還吃這個韓肉 好脆喔 我覺得不要加醬汁就很好吃了 加醬汁都蓋過它的那個鮮味了 好吃到我會想要吃第二個 不然我們自己在海裡面撿得很香 哇 流湯耶 這個真的好吃 雖然它有點貴 這樣子15顆48塊 這醬油很鹹 沾一點點就好 老闆還送我一個蛤蜊 普通蛤蜊 普通蛤蜊 我們要叫了第二盤 一打 兩吃24元 因為老闆說一圓的沒有了 OK 繼續 一圓跟兩圓的有什麼差別呢 看起來比較飽滿嗎 我這顆是比較大啊 但是也有肉圓看上去比較小的 味道一樣好吃 但我不知道跟一圓的吃起來差別在哪邊 吃完烤生蠔 狙狙要來買雜串啦 第一次買雜串有點沒頭緒 而且沒有標價買起來怕怕的 我第一次吃這個雜串 一杯 我的富翁 往回走的路上我們又買了甜點 蝦子生煙跟柯仔煎 準備帶回民宿享用 OK 我是OK哥 我們回到民宿了 我們最後吃完生蠔 我們就買一買想吃的東西回酒店 因為外面實在是太熱了 我們買了這個 18塊一份的柯仔煎 柯仔煎 它還有28的 是有兩顆蛋跟生蠔比較多 我還買了 我很想吃的串串 這樣子這麼多 總共19塊 還有 阿佑很想挑戰的生煙 我們買了小份的 因為我們都沒有吃過 這個生煙 我們買蝦子的 大概25元 它大份比較便宜是44元 還有 我看超多人在吃的這個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提拉米蘇 這個28元 一樣一樣來 我看它煎的時候 就有放很多的蚵仔 不知道它的 這個比較小 它味道沒有 很豐富 我們以前吃那個蚵仔煎 它那個醬就會很濃 這家的還好 給大家看一下 迷你 迷你科 很小顆耶 但是量很多 幾乎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它每一隻都這麼小 對啊 真的假的啊 迷你科 每一隻都這麼小 可是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啊 但是口感就會 沒有那種明顯 這吃不太到話的味道 接下來我要來吃我的串串 我要拿之前我問這怎麼賣 他說大概兩三塊 結果我這樣子拿完就是十九塊 我也覺得 蠻莫名其妙的 但後來我想一想這個應該是五塊 這個肉應該是一串五塊 這樣就十五塊 然後我還拿了 玉米 玉米好幾根應該是五塊 這樣十五塊 然後 這個香菇兩塊 十六十七 然後 我又拿了一串這個 四季豆 這個物價這樣應該算是比較合理吧 因為我看 其他攤拿這樣應該就是五塊 吃吧 因為我第一次吃 就炸得乾乾的肉 吃不出來是什麼鋪欸 這樣我感覺有吃過 我在火鍋店應該吃過 我拿完 才發現它上面是辣椒 我一直以為是秋葵 因為我看到其他餐有秋葵 來吃一個 這肉比較香 比剛剛那扁扁的香 還有這個玉米好可愛喔 我的玉米呢 還是這樣 好幾串 我感覺這個 它用炸的串串 很像是 台灣的鹹酥雞 然後 它只是串在一起去炸 台灣的這個香菇跟四季豆也是 就是去炸 味道差不多 只不過它多了一個香料味而已 接下來 重頭戲 我來挑戰 生煙 這個蝦子 它是活生生的被醃到裡面 吃了這個 還可以做生煙嗎 欸 它剛剛打開蓋子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它蓋個蓋個 打開蓋子的瞬間 我覺得蠻香的 它的香菜跟它的整個調料 弄得很香 它已經醃到頭都變色了 它有剝殼嗎 沒有剝殼吧 它有幫我去蝦餡哪 我以為它沒有 它已經剝一半了 我以為它是整隻蝦子 流進去 停 喵... 吃不燒這樣 吃竹尼喔 所以我們剛剛講微微辣嗎 欸沒有 我們剛剛講正常辣 可是我吃起來也不要很辣 哇厲害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欸 就微甜微甜這樣 吃一個香菜 我覺得算是新鮮的蝦子 你要不要來一個 我們這樣25塊有起司 我吃兩隻了 你吃幾隻 三 四 總共七隻 25塊總共有七隻 一個長鮮感 我剛剛吃了兩隻蝦子才發現 他有給我這個醬啦 我忘記沾了 我想說這樣沾這個醬味道應該不一樣 我已經忘記他跟我講這是什麼 我知道這個是醋啊 這也是醋欸 白醋跟烏醋嗎 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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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 結末醬油我聞一個 我整個鼻子都瘋了 我流眼淚了 好可怕喔 我沒想過 聞結末會這樣欸 你過來 我為什麼會聞第二次呢 不是 你過來聞 你鼻塞來 你過來聞 我沒有不猜啊 我整個流眼淚好可怕喔 因為我以為是醋啊 我又聞超大一口了 還是聞醋好了 醋香多了 這個超嗆的也看不出來 加醋之後會變得比較 不一樣甜的感覺 這東西越吃越上癮 這是我先沾它這個醬汁 我覺得沾醋會比較甜真的 可能它這個醋裡面有加糖吧 我覺得沾醋蠻好吃的 而且光吃蝦子 更多了一個甜味 洗個手等一下我來吃提拉米蘇 這是那個 攤位賣的剩下最後一塊原味的提拉米蘇 我已經聞到濃濃的 咖啡粉的味道 很軟很蓬鬆 不太像我以前吃過的提拉米蘇 它比較像是 那種海綿蛋糕裡面加了很甜的醬 巴斯克的那個味道 但醬我覺得有點小貴 因為我們剛回來的路上 你看我在我們酒店樓下面包店看那個 麵包店裡面的蛋糕 就是三角形那種切片蛋糕 一片才17塊耶 18塊 這個要28塊 好貴喔 我覺得一不小心就會把一整個吃完 不要浪費任何一個可可 我們明天要去海鮮市場 看看能不能看到更多不同種類的海鮮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吧 那大家記得幫我訂閱關注留言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 掰掰